32.天女蒜花,蒲公英的绝技 记得小时候家乡的水渠边上,田耿上,荒草地上都生长着许许多多的蒲公英,我们叫它马刺葛,一位中医大夫称它为大忌,可做药用。 蒲公英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,有开黄花的,有开紫红色花的,花子成熟时,花罐上长出许多白色的毛茸茸的散状丝毛,稍有风吹草动,这些散状丝毛就带着花子随风飘扬,飞向远方。 我对蒲公英最深刻的记忆是,小时候与小伙伴们摘下一把花子,然后放到嘴边直直吹,看谁吹的花子飞得高。 那些吹出去的花子,像几百万个闪兵在天空,同时从飞机上跳下一样,景象非常壮观。 有一次,玩得正高兴时,奶奶突然问我们,你们说,这些花子屁股上为什么长毛,谁能回答我就给一块冰糖。 我们几个小孩面面相去,谁也答不出来。 奶奶说,哪这个花子屁股上长毛,就是为了让它随风飞扬时,把花子掉到远处。 若它们就地落下,来年,大家都在一个地方生长,一家人就太拥挤了。 哦,奥妙原来在此。 大自然中,植物传播种子的方法多种多样,我想,蒲公英最聪明。 它长出绒毛,借助锋利,把种子撒向远方,构思精巧,想法奇特,堪称绝技。 还有一种植物,有点像苍儿。 苍儿因为叶子大小和形状像驴的耳朵,所以,我们家乡统话叫驴耳朵。 记得,有一次,庞哥给家中的十几只羊剪羊毛时,记得他吹胡子瞪眼。 为什么?因为羊毛上粘了许多的苍儿子。 美丽苍儿子身上长有三十个左右的刺毛。 刺毛顶端有稻钩,这些稻钩紧紧地抓住了羊毛,很难取下来,只有一个一个地撕下来。 你看,死苍儿子的植物也挺聪明,他用倒钩的方式紧紧抓住任何能被他碰到的东西,让其把自己的子女带向远方,以扩张自己的生长领域。 记得,还有一次,我和二人去一个湖边玩,从哈拉雷出发,沿着布拉瓦约主道行四十多公里,再向左行驶十多公里,就可以看到此湖。 那一次,我们把车停放在湖边树营地,然后沿着湖边在草丛中行走,每走二十多分钟,就走不成了。 原因是,我媳妇的毛料裙上沾满了上千个,我也说不上名称的草子。 这些草子的一端,伸出一个带差的毛刺,而这顶端有倒钩,它们紧紧地勾住裙子的毛线,抖也抖不掉,刷也刷不下来,我们只好返回树营地。 花了将近两个小时,才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拔了下来,瞧瞧,小草也有本领传播后代,除了蒲公英、苍儿、小草传播种子的办法外,我还见到了另一种植物传播种子的办法。 我住在哈拉雷保加利亚大使馆隔壁,11号的时候,花园中有一株植物,像一棵小树。 偶然的一次,我发现,它结了许多比核桃大的果实,我好奇地摘下一个,为等我拨,啪的一声,它爆破了。 随着爆破,里面喷射出几十粒种子,原来,这些貌似果实的东西,只有薄薄的一层皮,里面全是气,等气炸满的时候,它自动爆破,并将种子喷射出来。 你瞧,植物传播种子的办法,真是发现过海,各界神通。 难道,它们自己想出了这种种神奇的传播种子的方法? 难道,进化论对此,也能有一番解释? 这种种学技,难道不就是创造它们的人设计的吗?